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演员孙艺珍在个人社交平台之上 为他与玄冰在《百想大奖》上的同框图片疯狂点赞 多达40多次引发网友关注 有网友认为这是孙艺珍在变相公开二人的绯闻成真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这有可能是孙艺珍的账号被喜欢他和玄冰的黑客入侵了 孙艺珍和玄冰在2018年合作拍摄电影《协商》之后 就传出了贾锡珍作的恋爱绯闻 2019年底 二人再度携手拍摄电视剧《爱的破将》 不但掩活了剧中的情侣CP 更让粉丝期待他们能够将绯闻变成现实 大门玄冰和孙艺珍都有出面解释 均否认与对方才相处 称他们是一位好朋友的关系 在日前举行的第56届百想艺术大奖上 孙艺珍与玄冰同台领取男女人气演员奖 在他俩即将登台的时候 孙艺珍向玄冰深情而且甜蜜忘却的瞬间 在网上被网友大量转发 9号凌晨 孙艺珍现身社交平台为自己和玄冰的同框照 点赞40多次 引发网友议论分分 其实自从《爱的破将》播出之后 孙艺珍和玄冰就多次在公开场合甜蜜亮相 网友直言他们是非常般配的一对 在孙艺珍凌晨点赞40多次之后 有网友在其赞后评论留言说 请告诉我你们在交往吧 希望你们最后能够在一起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这可能是喜欢孙艺珍和玄冰的黑客 故意搞的恶作剧而已 但是双送的破局依然是拦不住 吃瓜群众们希望顶级CP必须在一起的热情 最近被疯狂克CP的选手是玄冰和孙艺珍 真是没想到 接班送送CP的居然会是宋慧桥的前男友 太人生如戏了 这一对真不能够怪群众们不懂事 人系不分的乱吃腾 实在是各方面都太配了 袁生她的颜值配一脸 韩国娱乐圈Top级别的 一个美到发光 一个帅到无死角 一个肤白貌美 还有胸 一个有酒窝 还有大长腿 虽然合作是来的有点晚了 直到双双37岁才等来共演 她俩是同岁的 但是看起来依然是美如画 很是赏心悦目 距离不但是正面配一脸 连背影都配一倍呢 能怪大家希望她俩赶紧原地结婚吗 只是呢 虽然所有人都希望她俩赶紧官宣 但是现实略残酷 自绯闻爆发以来 这两位已经连续否认了四次恋情了 有网友觉得 年龄差不多到了 有恋情对于事业损伤也不大 加上玄冰从前恋爱 基本就是认账的性格 这么否认 看起来就真的是没戏了吧 不然何必这么否认呢 但也有人认为 她俩那么多恋爱纯 没法用宣传期恋情来解释 再者说玄冰之前 恋爱不代表这一次否认 就肯定是假的 也许是女方不愿意公开 也说不定呢 毕竟孙一真是个出道以来 从来都没有认过任何恋情的女艺人 或者人家想稳定了再公开 也说不定呢 甚至还有朋友 非常给力地举了个例子 当初的双宋就是这样 宋慧桥认过好几段恋情 但是宋仲基出道以来从来都不认爱 双宋约会被爆被目击之后 也是连续否认了独数回呢 最终还不是被打脸的啪啪啪了吗 听起来好有道理的样子 感谢前女友啊 到底有没有戏呢 否认了是不是代表零可能呢 我们就孙子兵法CP的恋爱可能性 做一波娱乐性的分析好了 首先玄冰和孙一真的互相欣赏 肯定是真的 这点在他们俩 2018年宣传电影协商的时候 展现的是淋漓尽致 票房视力都没有影响到 他俩合体的好心情 对彼此的夸奖啊 也是掏空了自己的彩虹币加点 对彼此的印象分 玄冰给孙一真90分 扣掉10分 是因为经常不能够见面 他俩在戏里边对手戏是特别少 几乎很少面对面 结果孙一真啊更会聊 给了玄冰100分 说是就算对着拍摄的监视器 看玄冰也觉得特别喜欢 玄冰听完他表情都笑脸了 为了弥补对手戏太少 而且剧情黑色的遗憾 他俩还在台上公开表示 希望接下来能够很快的 有机会再合作一部 浪漫爱情戏剧 孙一真在那个宣传期 也是表现得非常的甜蜜 爱因一直是疯狂 发和玄冰相关的互动 要知道 孙一真是出了名的宣传期艺人 也就是说有作品播出的时候 和搭档宣传配合度非常之高 工业唐金产出量也很大 但是他发和玄冰的频率 也大大的超出了他营业的平均数据了 画风还无比的上女心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冰冰 帅还是那么的帅 但是玄冰已经蒙得快不像他了 陈明宇美头秀秀的俩人 逆致有一种返老黄童感 对不起啊 没有说你俩老的意思 本来以为协商结束之后 这场营业就到此为止了 没有想到焦急来得如此之快 2019年的1月份 玄冰孙艺珍被爆出了美国一起旅行 经纪公司斩钉截铁的否认了 说孙艺珍是旅行 玄冰是工作 两个人根本就没有见面 结果被打脸的啪啪啪了 不但被目击到了一起逛超市 甚至连一起打高尔夫也有图有真相了 蓝色的是玄冰 红色的是孙艺珍 而且1月11号还是孙艺珍的生日呢 往年他都是跟闺蜜一起旅行 或者是庆祝来着 今年居然忙着玄冰传绯闻呢 打脸后 经纪公司改了口风 说确实见面吃饭了 但只是偶遇和朋友们一起 恋爱不存在的 2019年的5月 玄冰在已经和孙艺珍确定 接引爱的迫降的情况之下 接受了一个访问 说最近最期待的事情 就是下一部作品 被问及身为韩国四大公共财产 有什么感受的时候 他的回答是 很感激 但我不确定自己会不会留作公共财产 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种私有化的准备呢 爱的迫降官宣之后 玄冰在另外一个采访里面谈到 和孙艺珍二度合作的感受时 又是这么说的 这次可以在一个空间里面拍戏 能够互相对视 一起呼吸同一片空气的演戏 真是太好了 接了爱的迫降之后 对他俩否认恋情并不相信的 韩国网友弟子他俩有公款恋爱的嫌疑 韩国非常反感真情侣的合作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爱的迫降拍摄期间他俩倒是没有啥公开的谈 以至于很多嗷嗷待哺的CP粉们很失望的觉得 他俩关系冷漠了 但少数公开的采访和花絮里面能够看出来 合作还是很愉快的 孙艺珍吐槽玄冰没服好让他给跌倒了 之后玄冰就记住了 一有搀扶戏就不撒手 直到孙艺珍这样的为止 甜蜜戏嘛也是很厚人的 有没有谈恋爱谁也不敢说 但说他俩关系变冷淡了 完全不存在呀 大学去之后啊 玄冰孙艺珍又一身很默契般配的情笔装给出席了 杀情艳 愣是把同事聚会穿出了请喝喜酒的气氛 还有科堂上头的粉丝调亮画面的亮度 说他俩在拍戏的时候桌下偷偷牵手呢 记得经纪公司又出来否认了 传诽文完全不会鼓脑 可以一笑直直 但是一说我们假公祭司不敬业是不可以的啊 双方经纪公司的否认内容也非常的搞笑 孙艺珍这一边呢说 知道希望这两位在一起的人非常多 但是真的只是偶然的画面 玄冰这边呢就说 拍戏的时候绝对没有私下牵手 就算真恋爱了也不会干出这么不专业的事的 行吧 这我是信的 不管恋不恋爱吧 敬业专业都是第一前提 完全没毛病 但是你俩记得啊 希望你俩结婚的人真的非常多就好 绯闻恋爱的结局不外乎三种 第一种呢就是假的 确实是误会 第二呢就是真的 但是拍完很快就散了 第三是真的最后官宣了 希望玄冰和孙艺珍能的话 就努力一把 不行的话也尽量行一行啊 因为真的是太单配了 树干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娱乐缤纷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呢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